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画上来眼线是必然的了 前一段时间我就觉得用这个方法用刷子起自己的眼睫毛 这个方法也不错的 也不会拉到自己的眼皮 眼影方面 我首先在眼盖整个位置加了一些珠光的薄薄的眼影 这个妆容我里面是用了MAYPOLINE的眼影 这个颜色也挺方便的 但我不是每一颗颜色都有用 很多人都很抗拒化粉红色的眼影 他们会觉得化完的眼睛会很肿 其实如果的漸变是做得好的话 是没有这个问题的 在眼头眼尾上完比较深一点的粉红色之后 我会在眼线上加深咖啡色的眼影 我觉得咖啡色和粉红色都挺搭的 在边缘方面我会做个smurging 一会儿再画上黑色的眼线 感觉眼线就不会太突压了 画完Ultavie之后 我刚才用了Etude House的眼影 眼影也跌得挺厉害的 我用了带了黏力 原本用来撩耳屎的棉花盆 来黏走眼影 当然也可以用这些棉花盆 沾一点的粉底 抹走一些脏的 很多朋友会发觉 画完眼线之后 双眼皮会变窄 而且眼睛会看起来更小 所以如果双眼皮不是太厚的朋友 就直接不要画上眼线 只是画了上内眼线 再在眼角位 再拉长一点就足够了 其实不需要画下眼线 只要在Lower Lash Line 或是假的下假眼一模 也有放大眼的效果 先画眼妆 再画眉毛的好处就是 你会看到你的眼妆的浓淡 而去控制你的眉毛的浓淡 很多时候我们眉毛画重手了 于是我们的眼妆也是画重手 去遮到眉毛 上面部 看起来更尖 是可以用Mineral Powder 修色的面 这支方面我选了 和眼影差不多颜色的 这支粉红色 塑造太多干粉 会吸干我们皮肤的水分 所以我也是在面上 塑上很薄的松粉 眉骨鼻影方面 可以塑上很薄很薄的Munrow Powder 在鼻尖上 我会加强一点 之后再用手指 擦开它就可以了 用睫毛夹的确 可以令到我们的睫毛更软曲 但也是很伤眼皮 而且很多时候会夹断 我们的睫毛 所以我现在也是 塗睫毛膏 不会怎么用睫毛夹的 唇色方面 我是用了Girl & Ray 和Shu & Mura 这两个颜色混合在一起 首先我会将深色做打底 然后再塗上 比较浅色的直穿瘦 这支唇膏 看起来 它就不会太纤色 也有一个很红色的感觉 发型方面 就要看你自己喜欢 我不喜欢有些头发 黏着在我自己的发面 所以我经常喜欢 在头发上 普通话的版本 将会在MyDearQQ的频道 请请留意 在这里祝大家新年快乐 希望大家喜欢今次的分享 没订阅我频道的朋友 快点订阅啦 Bye